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2日星期四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很多服用了三高代謝寶的客戶 都給了健康520網站反饋表示感謝 我們也很高興把這麼好的產品帶給大家 糖尿病的國際知名專家Difroso教授指出 糖尿病有八大因素導致 它的成因不單是血糖問題 還涉及到很多身體器官的功能失調 例如大腦、肝臟、腎臟和胰臟等 這些內臟互相影響 共同作用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和發展 而我們為大家推薦的三高代謝寶 它的獨特配方是專門為了 調節關鍵器官的功能而設計 使用全天然成分 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Kelly女士 服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和健康520反饋 這個頭鷹是兩年前的 我問我女兒為什麼頭鷹 她說媽媽你是有糖尿病 吃過後第一件就是頭鷹沒有的 我很高興謝謝謝謝謝謝 就是我的小變功能 它改變很多 它真的改變很多 膀胱改變很多非常清晰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都正在尋找一種 純天然的方法來管理你的血糖 和調整身體健康 請登陸健康520網站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11日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表示 土耳其堅定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烏克蘭在攻入俄警赫爾斯克之後 傳出竟然又調轉槍頭 調集1萬4千大軍陳兵白俄邊境 有人認為烏軍打算拿白俄羅斯的盟友國開刀 艾爾多安在第四屆克里米亞平台領導人峰會中表示 克里米亞回歸烏克蘭是國際法的要求 真誠的希望戰爭以基於烏克蘭領土完整 主權和獨立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結束 土耳其從未承認克里米亞被吞併 這個加劇了該地區人民的苦難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表示 很明顯,克里米亞和辛亞斯托波爾都是烏克蘭 與此同時,據《印度時報》報導 11日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 面對西方國家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 再次向烏克蘭斯壓的壓力 以及華盛頓可能在日本部署導彈的報導 莫斯科表示將與中國合作以雙重反擊 來回應美國的雙重壓制 俄羅斯和中國的反應將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反應 據《日本時報》近日報導指出 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中導系統之後 有意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導彈系統 日本政府可能正在考慮同意美方的部署要求 4月,美國軍方首次在印太地區部署了 能夠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和標準陸防空導彈的提風系統 其中,戰斧導彈射程可以達到1600公里 據中國騰訊網文章表示,戰斧巡航導彈是一種長射程 全天候壓音速巡航導彈,能攜帶常規劃核彈頭 能覆蓋中國東北部地區,對陸地目標進行精確打擊 而在10日,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就指責北京正在向俄羅斯提供非常實質性的幫助 強化其戰爭武器以換取莫斯科向中共提供其嚴密保護的潛艇、 航空和導彈軍事技術 金融時報說,這個標誌著 華盛頓首次表明,北京為莫斯科對烏克蘭的戰爭直接提供了致命援助 另外同日,烏克蘭外交部長西比加表示 俄羅斯飛機侵犯輪國或北約國家領空的情況已經多次發生 盟國應該擊落飛躍在烏克蘭領土上空的俄羅斯無人機和導彈 自從烏軍攻入俄國傅爾斯克州之後 白俄調動約全國三分之一的軍隊聚集在白烏邊境 烏方要求白俄趕快撤兵 白俄政府高層近日公開表示 約1萬4千名烏克蘭士兵集結在白烏邊境 有人認為北約很可能派遣了大量僱傭兵給烏克蘭壯大聲勢 不過也有不少白俄羅斯人加入了烏軍對抗俄軍 軍事專欄天空力量11號分析 烏克蘭軍事行動背後 往往有北約國家或直接或間接的授意 因此從表面上看 是烏克蘭單槍匹馬同時挑戰俄羅斯和白俄 實際上,說不定很多北約國家已經響到磨拳策掌 準備上場了 同時,白俄觀察到波蘭多達8000人的部隊 被部署到白俄邊境 各類火砲系統、戰鬥機和直升機的數量 亦在不斷增加 若白俄亦被捲入戰爭 將意味著烏烏衝突不可避免的開箴外人 北約很可能直接加入 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首場的電視辯論落幕 不少20多歲的年輕女性認為 賀錦麗表現比川普好 並說這場辯論令他們重新燃起對總統大選的熱情 不過也有人認為 這場辯論ABC的主持人有些偏頗 川普是以一敵三 還有人認為賀錦麗在辯論中的經濟政策依舊模糊 而這場川普和賀錦麗的辯論到底是誰贏了 這場辯論之後 川普和賀錦麗的競選團隊都宣稱辯論勝利 有些專家認為賀錦麗表現超出以往的表現 似乎是精心準備 反而是川普的表現不佳 不過 不少人對ABC的主持在選題上的立場表示不滿 認為主持人偏破賀錦麗 川普今天在霍士新聞的節目中表示 這場辯論是三對一 主持人對他表現出敵意 而ABC是一個新聞機構 他們應該因為這樣做而被吊銷執照 而小金賴迪批評ABC新聞主持人 在辯論期間聯合起來攻擊川普 並拒絕對賀錦麗進行事實複查 霍士新聞頻道主持人 前白宮新聞秘書麥肯納利 在X平台上拍文說 質疑ABC編譚賀錦麗 對川普進行不公平提問 不過霍士新聞頻道節目 霍士與朋友主持人 基爾米德認為 賀錦麗在辯論中 成功執行了他的策略 另外演講結束之後 還有一些還未決定的選民 認為不了解賀錦麗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路透社》採訪了10位 在觀看辯論前 仍然不確定投票給誰的人 其中有6人在辯論後表示 他們現在要麼就投票給川普 要麼傾向支持他 3人表示他將支持賀錦麗 1人仍然不確定如何投票 5位選民表示 他們認為賀錦麗在90多分鐘的辯論中 對如何改善美國經濟 和應對高昂的生活成本 含糊其次 而這正是選民最關心的問題 41歲的馬克·卡迪什 是佛羅里達州的一名企業家 他說 我仍然不知道賀錦麗的目標是什麼 她的計劃中沒有真材實料 賀錦麗確實提到了一些政策細節 包括她為家庭和小企業提供稅收優惠的計劃 但她在辯論中的大部分時間 都在攻擊川普 而不是詳細講述她的政策 這次辯論中賀錦麗表示 自己將為美國提供新的領導力 同時宣揚她的政府 在能源、經濟等方面的紀錄 而川普反問賀錦麗 在現任政府中的作用 只需她作為副總統 已經有一個完整的任期 來實施她承諾的變革 川普說 她已經在那裡工作了三年半 她們有三年半的時間來解決邊境問題 她們有三年半的時間來創造就業機會 以及我們說到的所有事情 她為什麼還不做 目前賀錦麗和川普的選戰非常膠著 勝負很可能將由少數幾個戰場州的 數萬張選票來決定 其中很多人都好像 接受路透社採訪的選民一樣 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的搖擺選民 11日的消息 俄羅斯特種兵部隊阿格納 傳出在非洲馬里遭到伏擊的消息 大量士兵在期間喪生 根據社家媒體數據 以及阿格納士兵親屬的證實 今年7月份在馬里沙漠風暴期間 阿格納在和圖亞雷格伴軍進行輔戰後 有數十人喪生沙海 其中包括多名曾經在烏克蘭 利比亞和敘利亞服役的俄國退伍軍人 阿格納在馬里遭到伏擊的消息 首次由路透社報導 反映出俄國在非洲的戰役受到挫敗 損失的阿格納士兵 都是戰鬥經驗豐富的成員 這些人員活躍在馬里 布吉納法索等地區 報導指出 根據公開消息和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罹難者信息 外界經過面部識別圓體和戰場錄影的對比 能確定至少23名阿格納成員 在阿爾及利亞邊境城鎮 挺澤雅騰附近遭到伏擊後失蹤 另外兩人遭到俘虜 其中幾名男子曾經在烏克蘭 巴克穆特為城戰中行傳 阿格納已故創始人普利哥津稱 該組織為絞肉機 這些人士都有豐富的戰鬥經驗 遭到伏擊戰士的遺體圖像也在媒體上傳播 誓者親屬表示 他們的丈夫和兒子的遺體都被遺棄在沙漠中 目前為止仍然不能查清究竟有多少人遭到伏擊而喪生 去年8月普利哥津的飛機失事之後 阿格納被歸入俄國國防部下屬 新成立的非洲軍團 號稱為正義和俄羅斯的利益而戰 該組織承認馬里伏擊事件造成重大損失 但沒有繼續透露損失的數字 而造成依次打擊的圖阿雷格伴軍稱 他們殺死了84名俄羅斯人和47名馬里人 圖阿雷格伴軍發言人對媒體路透社 發送二十多段影片 其中一段影片顯示 至少47具屍體躺在沙漠中 其中大部分是白人 新村軍裝 路透社核實了影片拍攝的地點和日期 還有兩名俘虜的照片也被發佈 並得到確認是阿雅格納成員 接近俄羅斯國防部的知名博主 邱克8月份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表示 從烏克蘭抵達的華格納戰士低估了半軍 和基地組織戰士 造成了以此失敗 外交消息人士稱 大約1500至2000名俄羅斯僱傭兵 在馬里服役 和普利哥津遇害前一年相比 過去一年和俄國僱傭軍有關的暴力事件 增加了81% 獲資的平民死亡人數增加了65%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指越來越重 民間反抗的意識也越來越強 近日在X平台有影片曝光 到北京去的所有退伍軍人都被嚴格監控了 必須到派出所進行登記報備 否則直接捉起來 有網友猜測 登記報備本身也可能只是一個捉人的理由 有消息指習近平要瘋狂捉人 可能涉及到70位現役將軍 陸軍內部會有一個大清朝 亦可能會開戰 影片中退伍軍人說 自己是去北京旅遊找工作的 他問警察 為何找我登記 北京警察說 因為你是轉業軍人 退伍軍人問 為何不能到北京來 那麼多轉業軍人 5800萬轉業軍人都要給你登記嗎 退伍軍人表示 不會去配合登記 北京警察表示 你不去登記 你走到哪裡 他們都要找你登記 近期有消息傳出 北京周邊已經建立了邊境場 有網友表示 草木皆兵 他怕了 就是不給進京 也有網友表示 就是對黨衛軍最真實的寫照 他們還願意去聽黨指揮嗎 現役黨衛軍要好好看下 所謂光榮人家 這塊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是什麼 盛世的韭菜 亂世的炮灰 中共的所有承諾都是謊言 還有網友表示 將所有人都當成對立面 和維穩對象 中共對底層的壓制和剝削 亦不斷遭到反制 9月10日 北京交警查酒架 查到北京郊村民家裡 引發眾怒 大量村民將警察團團圍住 嚇到警察一度躲在車上不敢出來 憤怒的村民質問警察 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 還是偽共產黨 人家是殺了人 還是放了火 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這個才是真正的共產黨 不過是圓形不露而已 隨著地方財政的逐漸破產 中共的官員們 會跟歷朝歷代的皇朝末年一樣 手刮民之民膏 並上演一幕幕 苛正猛於虎的鬧劇 再下一步就是石毫力 再下一步就是成春草木森 話放在這裡 大家看著吧 資深媒體人趙蘭健 9月10日爆料內部消息稱 習近平要瘋狂捉人 涉及到70位將軍 陸軍內部會有一個大清爪 可能會開戰並表示大概率 先從菲律賓開始 航天科技的三代院長可能全部覆沒 外界認為習近平這樣為自己 埋下了被軍事政變的禍根 因為治江澤民就是用腐敗拉攏軍隊的 現在極端打壓和逼軍隊打仗的話 軍隊為了自己也要拼命 沒有選擇餘地了 獨立時評人蔡臣坤評論說 負稅官力暴增 是中國歷史上皇朝 由性轉衰的一個重要信號 當皇親國戚人數暴增 各種負稅也必然暴增 其結果是加重人民的負擔 導致人民反抗 重複歷史上一個又一個 其慶亦撥煙 在9月11日海外媒體人趙蘭健先生 在X平台獨家爆料 習近平要拉70位將軍 陸軍內部大清朝專家 而且罕難開戰 大機率先打菲律賓 另外航天科技三代院長 也全部慘躁覆沒 這個消息再次引發全網關注 趙蘭健文中提到 陸軍方面大規模拉人 具體情況沒人敢說 除了軍務人員外 有非常多專家被捕 有數百名專家被列入黑名單 終身禁止參與項目評標 都查時間很長 2023年底 在軍事基地搞大型模擬演習 出了一些不過關的問題 最終張又俠又給了好評通過 因為這個主管人員 是張又俠派系人馬 另外趙蘭健提到 海軍大機率會和菲律賓開戰 是正面開戰 目前海軍內部沒有原性的把握 分析和作戰指揮部門意見不統一 即使如此 理智上面的戰略部署壓力很大 中央軍委希望在南海製造一場戰爭 下面的軍事指揮技術人員 正在著手和尋找製造戰爭焰點 找問題 也試 開戰 第三是空軍航空導彈 趙蘭健提到 航天科技五院從現在到之前的三任院長都被捕 不是拘捕一個人 還要清理三任院長的派系人馬 調查組也很困難 因為單從技術層面 從生產力角度損失太大了 他提到 張宏太在小衛星被捕 航天科技六院院長被捕 而這次大規模行動 除了拘捕之前火箭軍李玉超手下那幫人 還要查出各個集團 生產企業 軍工部門 哪些人和軍方有特殊關係 包括但不限於行賄 潛權交易 權式交易 還有干預戰爭的相關問題 找出未來可能干預戰爭的潛在問題 除此之外 派系紛爭也明顯 軍企、軍工部門、大規模拘捕人的背後 是派系人馬互相撕殺 貪污腐敗不是大事 甚至都可以不理 拘捕的是和軍方有關係的人 拘捕的是生產部門 和軍隊之間的特殊關係 未來開戰不僅是涉及到 軍需物質的採購開銷 還涉及到龐大的軍需物質 武器裝備等對戰爭勝負影響 趙蘭健提到 在這個過程中還拘捕將軍 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已經確定全國預計拘捕70位將軍級領導 同時書立反面典型 會動用批鬥力量 以此警示軍中的不穩定因素 趙蘭健說 這是在2023年9月 趙蘭健大爆料、大怪招 李尚福等軍中要員被捕 一週年紀念之後 再次給各位粉絲和網友的大獻禮 近兩年 中共軍工系統被查被失蹤的高官 到底有多少 市政評論人王友群 日前發表文章分析說 隨著火箭軍高層被一窩斷 前後兩任中央軍委委員 國防部長、魏鳳禍、李尚福羅馬 以及其他的高級將領 和中共軍工系統的高官被查或被失蹤 好指軍工系統的官員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圓導市長譚瑞聰 8月30日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消息說 他是因為涉嫌嚴重為企違法被查 還有在去年12月27日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 黨組書記吳彥生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 黨組書記劉錫泉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王長青 都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 但沒有人提供任何原因就被失蹤 另外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傑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總經理陳國英都被失蹤 值得關注的是 這些人所在的航天科技口 是中共特大型國有軍工企業 主要從事運載火箭 各類衛星 載人飛船 深空探測器 戰略導彈 戰術導彈 無人系統等武器產品的研究 設計 生產 試驗 和發射服務 因此 習近平整肅整個軍工系統將令 是否與開戰備戰有關 外界在觀察 而專家認為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成正比 被失蹤的人越多 中共越不安全 多謝收聽本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Ni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